本土的病例132例 185名 174例 本土案例连续三天都是200例以下 疫情难道已经露出曙光 大家都想问6月28能不能如期降回二级 精神科医师沈正南脸书发文剖析 依照这个趋势6月28有机会降到二位数本土个案 只是他也坦言解封三级是个棘手问题 因为不管疫苗打多少 彻底压制病毒直到清零为止 才是解除三级警戒最好方式 三级防疫可能在部分地区可以先解除 至于在比较高度流行的双北地区的话 到了月底是不是能够解除 我认为还是有希望 分期解除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为了清零双北重灾区也提出冷热区歼灭计划 揪出潜藏感染源 疫情虽然暂时看起来是得到控制 但是又只要我们放松 稍不留神 回马腔马上就来 应该中央现在应该在头痛这个问题 如果一放开你知道 我认为会再飙回去 到底清到什么程度以后 才可以开始降低管制的 管制的程度 那一个问题是这样 这也是战略上要思考说疫苗什么时候会来 相较清零台北市场柯文哲更在意疫苗核实到位 但沈正南认为没疫苗就不可能压制疫情的说法 不适用台湾 倘若真的要解封 应该参考香港新加坡做法 限制每桌用餐人数逐步开放 先降低加户感染机率 缩小扩散规模 台湾在思考降级条件同时 配套措施也缺一不可 欢迎新闻 刘雨薛到平均 台北报导